月哥说的音,与专注好的音,大家好,我是月哥 韩国江源道的深山里,有一条清澈尖底的小河 河水轻浮着细沙和鹅卵石,从山林中蚕蚕留下 山林中腾起一团云雾,仿佛有神仙住在里面 就在这条小河边,坐落着一个蓝色屋顶的小院落 那是赵炳万爷爷和江西烈奶奶生活了76年的家 奶奶今年89岁,爷爷比他大9岁,已有98岁高龄 老两口喜欢用爷爷奶奶亲切的称呼对方 院子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秋风吹落了枯叶 落叶铺满地时,爷爷和奶奶一起打扫 人们常说老小老小,人老了就会跟孩子一样天真可爱 爷爷同心大发,抓起树叶就往奶奶身上傻 奶奶也抓起树叶扔向爷爷,嘴里还嘟嘟道 你这莫名其妙的老家伙干嘛这么烦人 随后爷爷摘了几朵橙黄的菊花,说要献给奶奶 奶奶很是喜欢,她说花好看,人更好看 爷爷在他的鬓角沾了一朵小花,用最美的纳朵 第二天秋高气爽,爷爷和奶奶互相搀扶着去山上打财 他们把山落在树林里的枯枝收拢起来 可爷爷太老了,不一会儿就累得直喘出气 于是他们就依偎着坐在一起说说话 休息了一会儿后,爷爷使出浑身力气,背起了柴火 随后他们一边说话,一边下山回了家 到了晚上,奶奶想上厕所,可是她怕黑 爷爷就守在外面为她唱歌,那样她就不会害怕了 深秋时节,天气渐凉,奶奶担心爷爷会冻着 爷爷却说,我在这里陪着你一点也不冷 冬天来临时,雪花把这里装扮成了童话世界 爷爷和奶奶一起动手,用木仙产出一条小路 村里有个传统,据说吃了初雪会让厅力变好 爷爷耳朵有点背,奶奶就让她多吃几口 奶奶的眼睛不好,爷爷也让她多吃几口 爷爷说,吃了初雪我可是能听到山里传来的声音了 奶奶被她逗笑了,开心的拍起了手 老两口玩性大发,一边打雪仗一边喊着快乐万岁 紧接着他们照着彼此的样子堆起了雪人 奶奶得意的说,看我堆的雪人比你的漂亮 随后老两口来到厨房烤火 奶奶喃喃的说,我在什么都不懂得14岁遇见了你 因为害羞总是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 到了十六七岁,我才开始主动去拥抱你 结婚后很快他们就有了孩子 两人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 爷爷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觉得孤单过 不久后新年到了,爷爷和奶奶换上了珍藏的韩服 而孙们也陆陆续续赶了回来 家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晚辈们挨个给两位老人磕头拜年送上祝福 孙女亲手为爷爷奶奶吃糕点 两个老人还笑着比了个心 接着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 席间大孙女讲起了一件趣事 奶奶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了饰饼 于是就说,哎呀,我好想吃 说完一回头,爷爷已经不见了 等出门去找时,爷爷已经跑去买饰饼了 爷爷和奶奶如此相亲相爱 真是无人能比呢 奶奶问爷爷,老头子开心吗 爷爷连忙点头 奶奶又问,有多开心 爷爷张开手臂比划着 你看,有这么开心 全家人都为他逗笑了 春天再一次如约而至 万物复苏,百花真艳 爷爷忽然想吃一些爽口的小菜 奶奶摘了菜去小溪边洗干净 爷爷就像小男孩一样顽皮 拿小石头丢它 回家后撒上小葱和酱料拌匀 一盘美味的小菜便大功告成 奶奶亲手为爷爷吃 爷爷连声称赞很好吃 饭菜很合胃口 爷爷连吃了好几碗 奶奶在一旁默默的看着他 爷爷吃得好 这让他觉得很幸福 家里除了爷爷奶奶 还有两个成员 一只小黑和一只小白 小黑名叫公顺 他是爷爷在外面捡的流浪狗 小白名叫小不点 小不点是他们女儿的乳名 老两口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有空就逗他们玩 午后闲暇时光 老两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偶尔爷爷还畅量上枝 奶奶就在一旁为他颁舞 阳光阵浓 岁月今好 他们就这样一起慢慢编老 第二天 爷爷奶奶跟着老年大学的车队外出游玩 老年人的精气神 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差 在车上他们就蹦蹦跳跳的唱了起来 中午他们吃了一顿热闹的集体餐 晚上回到家后 爷爷的气喘病又翻了 他大声咳嗽着 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 奶奶帮他轻轻抚摸后背 帮他顺顺气 爷爷不舒服 睡觉不想关灯 奶奶就打着瞌睡 坐在旁边守着他 半夜里爷爷醒了 他深情地看着奶奶 伸出手抚摸他的脸颊 虽然那张脸已经布满了皱纹 却依然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脸庞 就像奶奶曾经说过的 他14岁嫁给了他 结婚后他一直疼爱他 从来没有惹过他生气 他只想紧紧地抱着他 温柔地抚摸他的脸颊 奶奶说他很感激爷爷 给了他这么多的爱 每每想起这些 奶奶的眼里总是沉满了泪花 第二天 奶奶亲手帮爷爷洗澡 再帮他换上干净衣服 他们穿着漂亮的情侣装 手牵着手去镇上感激 爷爷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没走多远就要弯下腰休息一会儿 他们在集市里逛了一圈 随后走进了一家内衣店 奶奶让店主帮他拿六套儿童内衣 三岁孩子的要三套 六岁孩子的也要三套 奶奶不停地叮嘱道 帮我拿漂亮一点的 穿着舒服一点的 说这话时 奶奶的声音有些哽咽 脸上露出了悲痛的表情 坐在长凳上 爷爷紧紧握着他的手 安抚他的情绪 老两口这辈子一共生育了12个子女 其中有两个孩子在战乱中走私 四个孩子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这成了他们一生都无法抚平的伤痛 回家后奶奶把衣服拿出来 整整齐齐地叠好 以前日子苦 没吃的没穿的 现在条件好了 可那些夭折的孩子们也穿不上了 奶奶口约定好 随先到那边就把衣服先带给孩子们 说着说着 奶奶就难以置意地善然泪下 到了这把年纪 说走也就走了 爷爷深深地低下了头 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第二天 爷爷想把那面镜子挂到原来的位置 可他用尽了全身力气也搬不动 他是真的老了 想当年 他也算得上是村里最有力气的小伙子 为了顺着他的心意 奶奶就把孙女叫了回来 他们七手八脚忙了半天 才把镜子挂上去 慢慢的夏天到了 奶奶的生日也到了 老男伙一前一后 堆着镜子照了好半天 到了中午晚辈们都陆陆续续地赶了回来 大家热热闹闹地忙活着 不久后一桌丰盛的菜肴便端上了饭桌 而村民拍着手为奶奶唱起了生日歌 老两口一起吹蜡烛 享受着和家团圆的幸福 饭后女人们一边做家务 一边闲聊家常 大女儿满腹牢骚 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她觉得自己侍奉父母劳苦功高 而大哥什么也没做 她的抱怨引起了大哥的不满 忍不住回呛了她 积怨瞬间爆发 两个人越吵越凶 甚至动起了手 最后大孙女出来拉架 才勉强平息了纠纷 奶奶好不容易过一次生日 却被他们闹得很不愉快 老两口被气坏了 可除了大喊一声 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儿孙大了 只有儿孙闷的日子和算盘 人这辈子可真是 不管活到多大岁数 总也绕不开家常里短 躲不掉鸡毛蒜皮 奶奶伤心的哭了 孙女赶紧抱着她安慰她 儿孙闷走后没几天 家里的小不点就死了 似乎她已有预感 先去那边替爷爷奶奶谈谈路 老两口把她安葬在了山脚下 那里离家很近 奶奶一边哭一边说着 小家伙好可怜 爷爷推着车子回家了 奶奶却还站在桥上舍不得走 她小声咚咚着 没想到就那么死掉了 再也见不到了 我们家小不点是担心爷爷走了之后 找不到她 结果她就自己先走了 奶奶似乎也有预感 爷爷要先踏而去 要是他们能一起走 那该有多好 剩下十节 资料没完没了的叫 奶奶口躺在地板上纳凉 家里的公顺怀了小狗 肚子也鼓了起来 天气很热 奶奶帮她冲了一个凉水澡 今天奶奶要去看病 爷爷牵着她的手陪她一起 走累了就蹲在路边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坐车去医院 奶奶的膝盖总是疼得厉害 医生为她拍了片子 到了打针的时候 奶奶害怕得不得了 还没开始打 奶奶就喊疼 把护士姐姐都逗笑了 医生不禁感慨 真是不管多大岁数 都害怕打针 打完针后 爷爷帮她按摩膝盖 缓解疼痛 回到家后 屋外下起了 稀稀利利的小雨 到了半夜 爷爷的气喘病突然恶化 昏黄的灯光下 奶奶坐在她身旁 手到天亮 第二天 大儿子和小女儿 最先赶了回来 奶奶说 之前去大医院看过了 医生说睡熟到了 吃药也没啥用 只能放宽心 过一天 是一天 现在她已经卧床不起 女儿扶在她身旁 哭得很伤心 大儿子打电话 通知亲属们 赶紧回家 见老人最后一面 看着老父亲受苦 儿子也是心如刀脚 不停的抹眼泪 小儿子回家后 紧紧握着父亲的手 不停的道歉 她为自己 没能好好照顾父亲 感到愧疚 希望还有机会弥补 爷爷依旧无法起床 奶奶握着她的手 静静的躺在她身边 闲暇时 奶奶就找出 爷爷的衣服 被乳投进火中 奶奶说 人走了以后 会在火里重生 她照顾了爷爷一辈子 爷爷也被她照顾了一辈子 她得事先为爷爷 烧几件干净的衣服 免得她去了那边着凉 爷爷要是先走了 她整理好一切后 就随她一起去 爷爷要是来接她 她就和爷爷手牵手 一起走 然而让她惊喜的是 爷爷在鬼门关 转了好几天 竟然奇迹般的挺了过来 奶奶喜极而泣 她守在爷爷身边 一刻也不想离开她 而家里也迎来了 另一件喜事 公顺生了小狗 六只毛茸茸的小家伙 贪婪的损息着乳汁 看着可爱的小家伙 爷爷的精神 似乎也好了很多 奶奶把一只小花狗抱到屋里 帮她擦干身上的雨水 小花狗摇着尾巴 在爷爷身旁蹭来蹭去 爷爷这次虽然挺了过来 可她已经油尽灯枯 望着眼前的饭菜 她一口也吃不下去 她的腿瘦得像玉米杆一样 连蘸都蘸不问 到了第二天 家人不得不把她紧急送往医院 爷爷无时无刻 不再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看着爷爷受苦 奶奶只能躲在门口 低声唾气 或许叶子已经哭了 是时候投入大地的怀抱了 爷爷留在医院里 奶奶独自一人回了家 她收拾好换洗的衣服 要守在医院里陪着她 医生说爷爷最多还有三个月时间 奶奶依偎在爷爷身旁 寸步不离的守着她 她总想和爷爷互相搀扶着一起走 如果能那样该有多好 还记得那年三花烂漫时 爷爷和奶奶一起出去游玩 爷爷告诉奶奶 人参和花和树叶都是一样的 在春天旺盛的生长 在夏天静享雨水的滋润 在秋天随着寒霜凋落 在冬天悄然融入大地 曾经爷爷很喜欢坐在小院的凳子上晒太阳 如今那个小凳子孤零零的摆在那儿 再也等不到主人回来了 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天 爷爷就像树叶一样融入了大地 奶奶为爷爷整理好仪容 捧着他的脑袋默默流泪 最后爷爷被安葬在了山脚下 那里离家很近 爷爷和奶奶约好了 去了那边一定要好好照顾孩子们 奶奶把买给孩子们的衣服放在坟前坟化 拜托爷爷带过去给孩子们穿 还有爷爷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 奶奶也给他准备好了 奶奶喃喃地叮嘱 没有我 你在那边也要好好过 脸要好好洗干净 衣服也要穿得暖暖和和的 爷爷想念的时候要忍住 我想爷爷的时候也会忍住 玩伴们祭拜完全都回了家 可奶奶却久久不愿离开 没有了爷爷 他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继续下去 雪越下越大 奶奶三步两回头 怎么也舍不得 奶奶担心爷爷会被冻着 不忍心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 最后奶奶坐在雪地里放声大哭 四周白茫茫一片 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 等着我 我们手牵着手一起走 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 是陈墨英指导 2014年上映的作品 电影主要记录了韩国一队老年夫妇 他们携手度过了76年婚姻生活 当时上映时 真碰上好莱坞大片 《心地穿越》和《法老与众神》再映 但这五天子却凭借朴实真挚的感情 逆袭两部剧作 连续五天保持着单日票房冠军 并创造了韩国独立电影 首个400万观影人次纪录 几乎每一个观众都是流着泪走出电影院 不得不说韩国的观影氛围是真的不错 略去了浮躁回归了生活 这对从没有上过学的夫妻 用朴实的日常生活向我们诠释了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什么是车马慢 书心远 什么是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离 原来世间真的有一生只爱一人这种事 原来爱情可以这么频繁 却有这么动人 他们那么幸运的遇到了彼此 而又那么幸福的陪伴着走完了一生 爷爷的话不多 但一句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觉得孤单 就够了 有你相随 余生很长 有你相伴 余生很短 他们互相赞美 互相包容 彼此尊重 彼此爱惜 你知我性格 我知你脾性 但愿无论在哪里 相爱的人都能再次相遇 这样的片子 让我们唏嘘 也让我们感慨 或许这世上真的会有那么一个人 目光之处全是你 戳脱白手 不相离 而你要做的 就是努力找到他 得之万幸 不得 认命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 点赞 加收藏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